大家好 我是陈寗 很多朋友 想要備份檔案的時候 想要備份照片 文件之類的 那他就會想要買一台 NAS 嘛 畢竟已經看了那麼多的影片跟文章了 你就覺得說 應該要買個 NAS 啊 什麼的 可是呢 想要買 NAS 的時候 問題就來了 我到底該買什麼樣的 NAS 呢 該買什麼品牌 該買幾槽 該買多大容量 該買什麼樣的硬體 要用什麼樣的套件 這些東西呢 都會造成一個困擾 變成一個購買的障礙 這已經不是說我掏錢出來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有些人呢 在買東西的時候會覺得說 我有錢什麼東西不能買 可是呢 必須要知道一件事情 第一個呢 NAS 就跟音響一樣 你真的說把預算無上限的時候 買到一百多萬都可以 那第二個呢 就是並不是每一台 NAS 都適合你 所以 第一次買 NAS 到底該注意什麼事情 今天我們就好好的來聊一聊 那開始之前呢 記得要訂閱我 那這個 NAS 我必須說呢 最近很尷尬 因為硬碟缺貨的關係 所以呢 你在陳寗嚴選商城裡面呢 會看到 NAS 可是卻沒有硬碟 所以呢 我只能說 現在硬碟就是 你如果看到哪裡有先貨就先買 那 NAS 呢 在我這邊呢 通常都是有的 那另外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個 就是在資訊欄裡面的嚴選商城 你點進去之後 會看到有一個新的區塊 叫做福利品 福利品裡面呢 就會有一些 NAS 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像 我現在 如果大家可以把那個我的蘋果螢幕帶走的話 我就可以買新的 XDR 螢幕 之類的東西 那些東西呢 有些就是 出貨的時候出錯了 或者是完全沒拆封的 就是一些退回來啊 或是什麼的東西 有的時候呢 現在新品瑕疵嘛 那他退回來 我就再寄一台新的給他 退回來那一台 我就拿去跟原廠再換一台 所以又有一台福利品 那那樣的呢 就會把他當成 全新的福利品 放在福利品的那個 欄位裡面 大家可以自己看 就會比較便宜一些 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 NAS 這東西 我們就不需要再解釋 他是什麼東西啦 簡單說 他就是一個自帶運算效能 又有聯網功能的外接硬碟啦 這個現在 到 2021 年 大家多少會有一點這樣的概念 就是一個自建雲端 可是呢 那你要買的時候呢 要注意什麼呢 第一個 我們先說說 最重要的就是容量 很多朋友呢 在計算自己需要的容量的時候呢 都會用現在的情況來算 於是呢 他買一台 NAS 像這個 NAS 6 超的 然後他就想說 我現在呢 我的所有的資料呢 只有 2TB 而已 所以呢 我就買個 2TB 的硬碟就好了 因為比較省錢嘛 2TB 硬碟超便宜的 這 2,000 多塊 那你就想說 他買一台 NAS 插個 2TB 的硬碟就好了 但是呢 我必須說 人生不是那麼簡單 然後你買了一個 2TB 的硬碟 你覺得很夠 你把所有的資料放進去 可是 你有思考過這台 NAS 你要用多久嗎 你買這台 NAS 難道只是現在幫你備份你的 2TB 資料嗎 不是的 一台 NAS 我通常會預估 他至少有 3 到 5 年的壽命 那在 3 到 5 年的這一段期間呢 你怎麼會覺得你的資料永遠只有 2T 呢 而且 人有一個 人類啦 通常有一個囤積癖 就是呢 當你有更多的空間的時候 你就會更努力地想要去填滿它 比如說呢 你買一個很大的衣櫃 你就想要買更多衣服來填滿它 同樣的道理 你發現你的 NAS 的空間呢 居然有 5TB 的時候呢 你就會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開始 影片以後都拍 4K 啊 照片呢 通通都拍落檔啊 全部都存在 NAS 裡面啊 OK 的 於是呢 你就發現你的 5TB 很快就用完了 所以呢 很多朋友在問我說 陳寗我應該怎麼樣去估算我的 NAS 容量的時候呢 我都會說 首先 你先估算 你現在所有的資料 就是你的電腦上的雲端上的 反正只要是屬於你的資料必須要保存的 總共加起來有多少 然後呢 再把這個空間呢 先乘以 2 那就是你當下需要的空間量 然後呢 我們預估啦 你平均一年會增加一倍 所以呢 5 年呢 我們就是 2 4 8 16 那差不多 5 年呢 就這樣子 差不多 16T 就是這種概念 那你覺得說 會那麼多嗎 其實這個呢 是我的個人經驗談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 5 年後 現在是 2TB 那 5 年後頂多變 10TB 通常會這樣想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科技會進步 我們現在回頭看 5 年前 5 年前拍的影片 5 年前拍影片的時候拍什麼 拍 4 HD 的 10 分鐘的影片呢 差不多頂多就是 1GB 左右而已 那可能大一點 10 分鐘 2GB 可是各位知道 你我現在拍的影片流量有多大嗎 我現在拍一支 20 分鐘的影片 4K 60P 答案是 50G 我只拍 20 分鐘的影片 用了 50G 的空間 我一次拍 5 支影片 一天就用掉 250G 了 這樣的空間的使用的速度 你說我今天這個硬碟呢 還是用 5 年前的方式來估算 5 倍的容量 那怎麼夠呢 5 年前呢 我拍照片 一張照片才 16 MB 現在 5 年後的今天呢 我拍一張照片要 40 MB 那怎麼算呢 所以呢 我會說 一年增加 1 倍 所以是 2TB 變成 4TB 4TB 再增加 1 倍變成 8TB 就是這樣一個這樣等比級數的這樣成長上去 會是比較好的估算方式 所以呢 在算這個容量的時候呢 我們寧可估得多 也不要估得少 那估的時候呢 你之後我大概多少容量之後 你就會需要知道第二個東西 就是 RAID 的問題 RAID 的問題呢 其實簡單說就是用更多的音碟 去確保你的任何一顆音碟壞掉的時候 不會資料全部都不見 那這個東西呢 在通常很多人問我啦 用 RAID 的極那容量會多少 我會建議呢 不要問我 這種東西幹嘛要問我呢 你到 Synology 的官網上 他有一個叫 RAID 的計算器 他上面呢 會告訴你 RAID 的極 可以容許多少顆音碟壞掉 同時呢 他也會幫你算 你用什麼樣的音碟 湊出什麼 RAID 極 RAID 5 RAID 6 RAID 1 的時候呢 他會有多大的空間 上面有計算機 大家自己去玩 不要在這裡問我 這麼簡單的東西 直接看上面都有解答 那就不要再問了好嗎 這種東西你去上面算 然後 算出你需要多大空間 需要幾顆硬碟 然後再去選購你想要的硬碟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很多朋友會問我說 陳寗啊 現在硬碟啊 哪個 CPE 值比較高啊 哪一個的容量啊 是容量價格比比較合理啊 如果你一年前啊 我會跟你說你算算看 但是一年後的今天啊 這個時候我會建議不用算了 哪顆硬碟有限貨就買哪顆就好了 根據硬碟的原廠跟我說的時間 至少到年底都還會是這個情況 因為在疫情期間 所有的 網路的這個資料中心呢 他們的需求量大增 因為你看 大家都不出門啊 都在家裡看影片 所以呢 他們的資料量大增 那大家都在蓋資料中心 所以硬碟的需求量很大 所以在預估到年底的時候 這個硬碟缺貨的情況都不會趨緩 所以你不用傳訊問我 為什麼沒硬碟 這個就是原廠都沒有 所以呢 現在買NAS 以2021 年的情況來說 NAS 你容易買到 當然有時候還是會缺貨啦 因為晶片荒嘛 可是 通常要買一台NAS還是容易的 可是要買到硬碟不容易 你看到 價格你覺得OK 容量也符合你的要求 就買下去了 再來第二個 就是硬碟的問題 很多朋友會問說呢 買這個NAS 是不是一定要買這個 Intel CPU 的 因為 大部分的人看的都是我 大概三四年前寫的文章 那那個時候我就寫 買NAS 一定要買Intel CPU 的 因為用 ARM 系的這個 晶片 他的速度就比較慢一些 那到今天呢 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更新一下觀念 並不是說 ARM 就很棒了 而是呢 因為現在 NAS 的市場出現了 算是第三股勢力 就是 AMD 的 CPU 現在呢 以前是 Intel 的 CPU 嘛 那現在又多了一個 AMD 那 AMD 跟 Intel 其實都屬於這個 x86 架構啦 那 x86 架構以目前現在這個情況來說呢 那 x86 架構的 NAS 呢 速度還是快很多 那快在什麼地方呢 比如說 你今天呢 要登入他的控制介面 你想要登入他的控制介面呢 直接從網頁上面去開檔案 那光是登入控制介面這一件事情呢 是不是用 x86 架構的 就會影響很大 你可能就是 本來開個頁面要等 15 秒 用個 x86 呢 變成只要等 2 秒 3 秒 一下就開起來 就插在這裡 那第二個東西呢 就是比如說你有用一些套件 比如說 像 Synergy 的 Drive 就是你可以跟你的電腦去同步檔案 像那個 Dropbox 那樣子 你用的是那種 處理速度比較慢的 ARM 的晶片的 NAS 的時候呢 因為他要去比對 NAS 的檔案嘛 然後再來去計算你電腦檔案兩邊做同步 那因為呢 你 NAS 那一段很慢 所以呢 你在同步的速度呢 就會慢得多 那傳輸速度呢 也會受影響 那如果你用了更複雜的套件 比如說 像這個 Synergy 的 Photos 或者是 QNAP 什麼 Photostation 那種專門用來存照片的 置件相簿的套件的時候呢 那也會慢很多 你可能你一直都習慣了 開 Google 那個 Google 的那個 photo 一卡一點 然後立刻看到所有的照片 結果你打開你的 NAS 一點那麼奇怪 還以為當機了 然後照片都沒跑出來 所以像這種情況呢 並不是你的網路慢 也不是你的手機當機 純粹就一個問題 你的 NAS 賣 你買了便宜貨 就這麼簡單 所以呢 NAS 他的效能 絕對是有必要去關注他的 很多 一些 說人家雜牌好像在批評人家啦 但確實就是那種 聽都沒聽過的品牌 有的時候呢 他會去那個 就是 眾籌平台上面集資的那種東西 他就跟你講 效能不是很重要啦 NAS 空間大比較重要 我跟你講那個東西呢 就是騙人的 NAS 絕對不會效能不重要 因為 NAS 效能不好 他的開套件的速度慢 然後你在開頁面的速度也慢 然後最重要的傳輸速度也慢 之前呢 有一個很有趣的數字 就是 Synarge 的 NAS 他的 就是 DS1621 Plus 他在上一代 DS1618 Plus 的時候呢 他的那個 CPU 是 Intel R-Done 然後呢 他插 10G 卡的時候呢 跑到極限的速度呢 就是 400 多 MB 而已 可是呢 如果用的是企業級的 NAS 的 就是那個 Xion 的 CPU 的時候呢 他的 10G 呢 就可以衝到 1000M 左右 為什麼會這樣呢 跟 NAS 他本身的運算速度 有很大的影響 他的匯流牌會影響他的速度 所以呢 NAS 的效能 不只是影響到你開套件 就連你很單純的 只是把你的檔案 從電腦拖到 NAS 去 或從 NAS 把他拖回電腦 都會受到效能影響 所以呢 NAS 呢 通常我會認為呢 他的起步價呢 就是 9000 多塊 就是那 Synarge 來講呢 就是最便宜的 DS220 Plus 那個是最基礎 再往下的 我通常會建議就不要買了 因為他效能太差了 差個幾千塊呢 多存一兩個月再買會比較實在一點 至少 Intel 或 AMD 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那再來第三個也是最多人問的 就是品牌的問題 目前呢 以台灣來講呢 這市面上的三大品牌 這 Synarge QNAP 跟 ASSUST 他都是台灣品牌 這 Synarge 是自己啦 他連上市都沒有 然後那個 QNAP 啊 維聯通 然後還有這個 ASSUST 是屬於華碩 都是屬於很大的品牌 然後全世界都有賣的 通常我會建議呢 NAS 就在這三個品牌裡面選 為什麼 第一個是保固的問題 你的 NAS 出了問題之後 誰幫你修 這很重要 而你有時候買一些那種 聽都沒聽過的品牌 壞了他不會修的 第二個 更重要的就是 套件維護的問題 這個 NAS 呢 其實就跟我們的智慧型手機一樣 他是需要作業系統的 然後呢 他裡面的那些套件 也需要有人維護的 隨時因應一些網路的需求 或者是網路一些供給 去做更新 所以呢 你買一個大的品牌 你不只買到他的保固 也能夠確保你的 NAS 的軟體 可以持續維持在最新的 有些人呢 可能會貪便宜啦 或者是 不信任大公司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 可是呢 真的存在著這樣的朋友 他就是覺得 這些大公司大財團 都是在播去我們 所以他要去支持一些小公司 買一些新創公司的 NAS 但是我會建議啦 如果你是一些跟生活無關的小東西 比如說你買個湯匙 買個叉子啊 買那新創公司的是可以 可是呢 買 NAS 這種東西呢 你是要把你的另外一個身家 我們一般的身家是我們的財產 但是我們另外一個身家 就是我們的資訊財產 我們的資訊財產呢 是要放在這裡面的 那這個東西你怎麼能隨便亂買呢 你買個 Synology 我這樣舉例啦 曾經 我曾經在做實驗的時候 不小心在硬碟 就給他抽起來 結果我的整個池區就壞掉了 那那次後來怎麼處理的呢 那一次呢 是 Synology 的工程師呢 遠端登入我的 NAS 幫我重建我的整個資料的索引檔 把資料救回來 雖然還是損失了一些檔案 但至少他還活著 可是呢 你今天如果買的是一個眾籌的公司 過去眾籌上面有很多 NAS 的品牌 用各式各樣的名詞在包裝他的置件雲端 但其實說穿的就是 NAS 你買那樣的東西 你回頭看一下 還活著的公司有幾家 你出了問題的時候 誰幫你 所以呢 這個品牌 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我常常講 有的東西呢 還是買大品牌的好 就是買這一部分 他的售後服務 還有他能不能在你需要的時候給你支援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 基本上呢 NAS 把這三個東西 容量、效能 還有公司 都搞定之後 剩下最後的呢 就是 你從套件去選 因為不同品牌 他關注的重點不一樣 比如說像 Synology 他特別在乎就是同步的問題 NAS 跟 NAS 之間 NAS 跟電腦之間 NAS 跟伺服器之間同步 所以呢 Synology 在同步資料這一塊做得非常好 倍分資料很好用 但是呢 如果你希望 NAS 包山包海 就是功能很多啊 還可以拿去插電視啊 當電視盒用啊 那 QNAP 是很好選擇 QNAP 的 NAS 還可以當卡拉OK機用呢 我就覺得 這不可思議 原來 NAS 還可以當卡拉OK機用 如果說呢 你覺得 Synology QNAP 就是大龍頭 這個我最討厭大龍頭 那買 ASUS 特不錯 台灣第三大 坦白說我沒有看過有我認識的人用 ASUS 特 可是呢 我唯一認識用 ASUS 的呢 是以前一個業務 他從別的公司跳過去 ASUS 特 但是呢 畢竟也是華碩的啦 所以也算是一個 夠大的品牌 所以你也可以選他 基本上你用套件去選品牌就差不多了 就看那個品牌 他設計的東西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 那最後呢 把這四樣東西都想清楚之後 你的 NAS 就選好了 非常簡單吧 對不對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那最後記得要訂閱我 那如果看完影片之後你覺得 三連體悟灌點你說得太棒了 那麼呢 在資訊欄裡面 有這個頻道會員的連結 在這個地方呢 也有這個叫什麼 超級感謝的按鈕 這兩個東西呢 都可以直接支持我把影片做得更好 比如說這個 U87 或者是 大家沒看到的 Nagora 7 都是所有的頻道會員跟超級感謝的支持 才有的成果 但我必須坦白說呢 各位支持到現在 我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大家支持得非常多 但其實呢 還沒有彈品這兩樣東西 所以這個呢 都是提前投資來為各位 提供更好的聲音跟畫質 所以 謝謝大家一直的支持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陳寗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另外 ils Billie